再來就是這個蔡壁如她說的 她說這個人真的可以幫到韓國瑜 她說禁立院的時候 周萬來秘書長其實那時候剛好退休 送了她一本書叫做立法院運作實況 為什麼因為知道她是新手 所以她說就是她怎麼講 她很能看出來你需要什麼幫助 然後我給你什麼樣的幫忙 她可以很好的幫韓國瑜來調解意識 所以剛才說到在尾牙唱這個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外界評論現在國民黨三顆星 韓國瑜作證國會朱立倫和團結 還有呢不怕中央的盧秀燕以盡自動 那韓明哥你覺得呢 這一次現在呢韓國瑜入主這個立法院 接下來他會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嗎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早在他 就是被提名不分區的時候 就開始一些黑函人就出來 對什麼罷免什麼現在也是 是蠻天飛耶 問題是這種黑是沒有意義的嘛 實際上罷免立法院長 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這些人吵一吵就吵不太起來了 那在吵不太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還是有人要吵呢 因為吵韓國瑜還是有聲量 對 也就是韓國瑜一舉動 還是媒體非常關注的嘛 包括第一天 連他有沒有去上班都有人在那邊追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無聊的一件事 我還有看到什麼標題什麼 什麼上班第一天就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不去上班啊或幹嘛的 拜託那是立法院那不是高雄市政府 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你把它做類比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你會發覺最近這一陣子 雖然黑韓國瑜人很多 可是越黑他聲量不要說越高 甚至正面評價也越多 而且實際上就像蔡壁如講的 也就是立法院的到目前為止 雖然才短短幾天 韓國瑜的處事看起來都蠻恰當的 包括陳昭芝的爭議 包括這個所謂的開議的日期的決定 我覺得韓國瑜都做得恰如其分 那也沒有什麼違反意識規則的地方 那三黨之間大家也還能夠呈現一個 彼此大家都可以很和諧的 這樣處理事情的一個態度 那這樣就是一個立法院長該做的事情 那你還有什麼好去挑剔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 大概在黑個等到過完年 再黑個一兩次 黑不太下去了 那議題就過去 因為接下來的焦點 就是在這一些議事的攻防上面 那議事攻防上面老實說 立法院長只是一個負責在居中協調的一個人 那到最後還是要看 這些委員們怎麼樣提案怎麼樣衝刺 那個到最後就是一個辯論啊 表決啊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 韓國瑜其實很難被你黑到 因為你沒有辦法質詢他嘛 他又不是被質詢的人 然後你說就算用什麼議事規則 什麼東西想要去刁難他 有周萬來在啊 所以你要怎麼弄他 很難嘛 很難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黑韓國瑜是黑不太下去了 你那些老梗把四年前的老梗再拿來用 用下去也不新鮮了啦 人家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韓國瑜的未來的勢頭 看起來是會一路往上走 那盧秀燕呢 本來很多人擔心他這次會翻車 我根本不可能認為他會翻車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因為理由很簡單 沒有一個衛生局 會希望驗出這種東西來的 誰會希望驗出來 驗出來自己很麻煩 你也很怕自己會驗錯 所以要不斷的再去重複 然後你要擔心 萬一出來的時候不是那麼回事 會不會造成產業的損失或什麼 這些人的壓力是很大 他是不得已 因為真的驗出來這麼東西 反覆驗證之後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必須要公布 結果中央居然把這個操作成 政治議題想要去打他 結果現在翻車的是誰 現在大翻車的是中央 是王必勝 是薛瑞元 是民進黨這一大堆1450 817 就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已經沒有817了 已經沒有500多人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盧秀燕看起來 幾次的這個關頭都打不倒他 而且他的表現都恰如其分 你看今天都已經中央都已經翻車 他還說他沒有要怪罪中央的意思 他只是為基層的工作人員 為這些檢驗人員報區而已 看證據說話 對 所以我覺得他每一次都站在一個 非常恰當的一個位置 我認為盧秀燕未來絕對是 國民黨的巨星之一 那至於朱立倫呢 我必須很老實的講 就是雖然朱立倫的任期是到明年 但是呢 因為未來的焦點 大概都會聚焦在立法院上面 那朱立倫的角色相對就會變得比較淡 會比較邊緣 因為黨團的一些決定啊什麼東西 黨主席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會插手 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會參與 除非說 未來很多這種必須要假動啊或幹嘛的時候 黨主席可能要 可能會參與一些的話 其他的他的角色大概不會太著重 大概就在黨團三長跟立法院長這邊 所以我認為朱立倫未來 大概角色不會這麼多 那他的光環也不會這麼強烈 我認為這是未來比較可能發生的狀況 好 不過在挑戰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尾牙好不好 據說國民黨的尾牙 今年真的是熱鬧到爆 然後韓國瑜院長真的很難得 他又唱歌了 那今年唱的這一首歌呢 是 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我有點忘記了 我們都是一家人 今天我們晚上唱的 我們 誰誰 我等一下 你的家鄉的那麼晚 我們的正製作人他說 我們一家都是人 我們一家都是人 你不要誤導我啊 其實這首歌叫我愛納魯灣 對啦 我們叫我們叫是一家人 真的啦 他叫我愛納魯灣 只是歌詞裡面有 我們都是一家人 然後呢 裕貞委員也在現場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時候現場的畫面 然後等一下我們請 人就站在韓院長旁邊的裕貞委員 來跟我們分享當天的熱鬧的景況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段訪問 尾牙 不講太多嚴肅的話 我想我們等一下所有立法委員 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因為今天是屬於所有黨部工作夥伴的 尾牙的日子 如果我們一人唱一首的話 光我們這十幾個立尾牙 大概就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 大家由 巧欣啊你來選一首歌 我選的那都很難欸 確定嗎 不會比張惠妹的還難吧 就是張惠三天三夜 你不能選太難了 徐妹妹說燙金的聽說有八千份 兩萬份 兩萬份 但都被拿光了 男子漢也想要 還有零零他也想要 為什麼沒有放歌給大家聽呢 YouTube有版權問題 你知道嗎 別人放可以 我們放呢 馬上我們要被檢舉了 好 我們保守一點 那我們在現場唱好了 你知道還要唱走音版的 因為這音準太準的話 一樣YouTube也會抓我們 真的啊 對 很特別喔 那就不能叫我唱 你當天在現場怎麼樣 我會唱得太準了 其實這是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立法院感覺 事實上從投票那天 我們就非常高興了 這麼多年來 終於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吐一口氣的那種感覺 立院最大檔 真的 而且你要想說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在立法院 按了幾千次的表決 每次要每次輸的那種感覺 按輸一次 按輸一次 而且每一次都還要三天三月的按 每次都明明知道是輸 也要那個通宵的按 每次按下去就是輸嘛 因為人數就是不如人 所以那天韓院長跟這個 江啟成副院長當選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高興到無以復加 真的是 我覺得比我 我那天覺得比我自己當選還高興 真的 然後然後後來當然昨天 昨天 前天昨天尾牙嘛 尾牙我們就去參加黨中央 黨中央尾牙 那當然非常高興 我們現場除了 因為我們黨很辛苦 大家知道現在國民黨沒有黨產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主席也是很努力 讓每個人都發個八千塊的紅包 那現場又有很多摸彩 然後所以我們有例如 像我現場又在捐了六千塊的紅包 那個院長 那你抽到什麼 你今天有抽到大獎嗎 我沒有 我們是去捐錢 你是去捐 我們不可能去抽獎 這些獎品 財品都是為了 慰勞我們這些辛苦的 不管是黨工 還有支部 各個單位 文傳會 新管會 各個文宣部 各個單位 他們真的很辛苦 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我們終於拿回立法院的執政權 終於可以重返執政在立法院 我覺得這是揚眉吐氣 吐一口氣 對 不過很多人也在講 其實未來 因為韓國會當院長 然後國民黨現在最大黨 所以在國會裡面 更要發揮不一樣的力量 以前你說嘛 怎麼按都輸 現在不是囉 是是是 都會贏 我們已經提出國會改革的相關方案了 包括調查權 包括聽證權 那當然很重要 事實上很快到的是五月份NCC 對 NCC 我要聽 NCC人士的這個同意權相關的 我覺得我們都會提出相關的方案 因為NCC非常的不公正 這麼多年來 沒錯 我們看中天就知道 會有很大的翻轉嗎 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也一定會這樣做 這樣才能撥亂反正 也才能還這個社會大眾公道 對 一定要啊 對 我們也非常期待 在立法院能不能透過翻轉NCC 我們要得到一個 怎麼講 公正公立的一個監督單位 我們說現在的監督單位 這樣子的張CC 這樣不公平 對我們中天不公平 對於其他 你們有在看別台電視嗎 其實也不公平嘛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到 剛剛看到這個榮耀吉慶 這今年應該等一下那個新春賀子 大家都刷一排榮耀吉慶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美小欣 Boofeel feel good Boofeel feel good 就令我很好看 你會跟ada心 Side捷 Boofeel feel good iłätt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